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。 經常都在說地溝油地溝油, 還有說這個所謂食品安全問題。 我們這一集剛好又找到一個新聞, 又是和食品安全方面有關, 就是大陸有些黑心火鍋店, 竟然是回收湯底, 然後提煉地溝油, 一年就可以賣到一萬三千個鍋, 可以說得上, 它真是賺到盆滿撥滿。 說真的, 它其實做這些地溝油都應該是賺的, 因為火鍋的話, 特別是麻辣火鍋, 基本上對油的需求是非常之大, 以我所知, 是有很多火鍋店都有做這些動作。 而這一次的新聞, 就是四川有一個火鍋店, 廚師為節省成本, 竟然回收顧客用過的火鍋湯底, 提煉地溝油, 再次加工, 讓顧客食用, 一年以來賣了一萬三千個鍋, 原來法院起訴告它, 結果如何呢? 根據判決書所說, 就聖楊的這個男人在2021年7月起, 就開始經營這個火鍋店, 就請了一個聖劉的男人, 作為店長兼廚師, 就負責日常經營。 而為了節省成本獲取所謂的非法利益, 聖楊的男人就安排過廚師去回收顧客食用過的火鍋湯底, 然後叫他再次加工, 他就有給人工他的, 然後還有出百分之五個%的利潤給他。 而根據法院的審理, 最後如何判呢? 聖劉的男人, 即個廚師, 就在2021年7月到2022年10月16號, 就說他回收火鍋湯底再加工, 他計到數, 就說13101鍋, 鍋底總銷售金額是430543元。 然後就說他因為生產銷售有毒和有害食品罪, 判他坐兩年罰10萬元的罰金。 至於聖楊這個男人同樣犯了生產銷售有毒和有害食品罪, 判他坐牢五年零六個月就罰他22萬的罰金。 其實就即是說, 他們所賺到的錢應該就已經吐出來。 而法官就判這兩個男人, 是禁止從事食品生產經營管理工作, 是終身禁止, 亦都不能夠擔任食品生產經營企業食品安全管理人員。 然後亦都沒收聖楊這個男人, 違法所得21萬上繳國庫。 這個事件, 其實就我自己看啦, 冰山一角啦, 不會說是最後一單, 應該是有好多地溝油事件還未被人踢爆出來。 原來這單案件還有民事訴訟, 法院判決聖楊這個男人, 在判決生效10日內就要給64萬5千元的賠償金。 而且還要在判決生效15日內, 透過地史級以上的新聞媒體, 向社會公眾去做一個道歉。 那不過, 這些賠償金賠給誰呢? 食過他火鍋的人可能自己都不記得, 你未必賠到錢給他們。 那可能罰的錢都是叫做政府收啦, 那如果他認認真真去捉地溝油的話, 分分鐘啊, 只是捉地溝油啊, 都能夠自負發達啦, 為個庫房是充實充實啦。 好啦, 那今集呢, 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, 下邊留個言吧。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